战争是残酷的 因为素材不多 刚只好用BGN渲染一下气氛 我现在在一个战壕里 比我想象中要深很多 加上堆起来的沙雕 沙包估计有2米5吧 大规模的战争已经过去快10年了 来之前我以为战争的痕迹应该被磨灭的差不多了 到了这边后 我发现和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吓我一跳 有小孩在这种地方还放鞭炮 当地人的生活态度也出乎我的意料 毕竟连续多年的战乱 这些仿佛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小孩在飞机的坦克上玩耍 失去嫁人的人在战场上悼念 两个画面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 当年美军使用了很多瓶油弹 伊拉克军队也使用过生化武器 这些大水坑好像就是用来处理那些有辐射的受污染的物体的 这条通道两边都是雷区 沿着旗帜走就是安全的 因为辐射的原因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里依然寸草不生 这种情况估计会持续上百年 说实话对很多人来说 这些场景只会在游戏中电影中出现 像各种吃鸡 战地之类的游戏 但对生活在当地的人来说 这些是他们不得不去习惯的日常 游戏中输了可以再来 在这里很多人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边那几天我认识了一个伊拉克司机 他带着我遇到我两只枪战 后来为了安慰我受到惊吓的心理 带我去吃个人好吃 他才二十岁 爸爸和哥哥都死在了战场上 他是个很开朗幽默的人 即使开着车也拉着我各种自拍 虽然很不安全 跟我们相比 他只是出生在一个混乱的国家 他很热爱生活 没有机会上学 他自学了英语 努力挣钱 努力维持着残破的家庭 世上总会有比你更残的人还在努力 在这种环境上尚且如此 更何况我们呢 他们就要在这种环境上尚且任何回事 这种环境中也没有的 我们可以在这种环境之后